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我是安东尼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人生有三错 一不错 不不错 雨果在悲惨世界里 写过一段话 仅可能少犯错误 这是人的准则 不犯错误 那是天使的梦想 尘世上的一切 都是免不了错误的 每个人都是第一次做人 没有谁天生就所向披靡 人人都有犯错的时候 虽说失败是成功的基石 失误是经验的积累 我们要正确地看待错误 但有些错误一旦犯了 可能就永远无法弥补 甚至还会拖垮你的一生 毕竟人生没有彩排 更没有重新来过的机会 所以活得清醒点 在错的选择上 一定要及时止损 别让人生只剩下 无尽的遗憾和悔恨 相信大家都认识 称肝跳皇后 伊辛巴耶娃 对她在赛场上的成绩 连连称赞 可又有谁知晓 她也曾因体操 而暗自神伤呢 其实伊辛巴耶娃 从小的梦想 是成为体操冠军 可是天不遂人愿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的身高越来越高 15岁时就已经1米7了 在体操队 这样的身高并没有优势 甚至还成为 她提高成绩的最大障碍 此时恰逢 称肝跳高教练来选苗子 独具慧眼的教练 一眼就看中了 身体素质优良的伊辛巴耶娃 对于一直梦想着成为体操运动员的伊辛巴耶娃来说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她热爱体操 可深知自身条件不足 可能无法在这条路上实现自己的梦想 经过一番激烈的挣扎 她放弃了苦练多年的体操 选择了称肝跳 也许就是冥冥中注定 这一改变 不仅让她多次刷新 世界女子称肝跳的记录 还成了家喻户晓的 称肝跳皇后 伊辛巴耶娃面对错的人生选择 并没有一条路摸黑走到头 而是选择了自我就赎 因为她明白 不是所有努力都值得坚持 不是所有选择都会通向终点 有句话说 坐错车时千万别因为投了币 而不肯下车 因为那只会错过更多站 人不怕走错路 就怕不愿回头 在错误的道路上使劲逼自己 和自己较劲 这样只会越努力越无力 最后落得个遍体鳞伤 其实人生就是在摸索中 不断前进不断成长的过程 你会面临无数次的选择 有的选择是正确的 有的选择是错的 如果选错了方向 就不要闷头往前冲了 清醒地停留 永远胜过 盲目的前行 只有在对的人生选择上 努力 才更有意义 在我们的一生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不可避免 有些人就只是在你人生中走个过场 来去匆匆 能交到真心朋友 便是生命中不可多得的运气 电视剧《我是余欢水》 戳中了很多人的心 余欢水处于义气 将母亲留给自己的13万元 借给了好兄弟 吕夫萌 五年后 余欢水想给妻子买辆车 于是他就向吕夫萌讨要着13万 刚开始 吕夫萌倒是挺爽快 满口答应还钱 甚至让余欢水尽管挑好车 差价他给补 关键时刻 吕夫萌却消失了 打电话不是关机 就是无法接通 好不容易联系上了 也是推托自己 远在海外 然而实际上 吕夫萌却是开着豪车 四处旅游 后来即便面对余欢水的质问 吕夫萌仍没有丁点歉意 干脆撕破脸 我就是要骗你 就是要撒谎 就是让你的日子不好过 钱我会还 但是得看我心情 最终余欢水的钱是要回来了 也彻底看透了所谓的好兄弟 常言道 患难之情深 日久见人心 这个世界上最难懂的 莫过于人心 有些人 你竭尽全力的付出 但他却选择无视 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你好无保留的信任 但他却不留余地地利用你 有人说 成年人的友情 其实真的很脆弱 稍有不慎 就一拍两散 但细细想来 你认识许多人 真正担得起朋友而自的 没有几个 真正的朋友 至少是以真心相待 理解你的难处 明白你的苦心 懂你心思的人 对于那些肆意透支 有情的人 就没有必要 再傻傻付出了 不如当断则断 失去了 也不会觉得可惜 时间带不走 真正的朋友 岁月容不下 虚伪的感情 不必把所有人 都请进你的生命里 适时给自己的朋友圈 做减法 才更容易 收获真正的朋友 一书说 真正的爱情叫人欢愉 如果你觉得痛苦 一定是出了错 需要及时结束 很多人恋情或者婚姻 已经一地鸡毛了 却迟迟不肯放手的原因 不过是不甘心自己的付出 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罢了 于是呢 就守着一堆烂摊子 消耗着 痛苦着 坚持着 殊不知 感情本身就是一场豪赌 没人能保证 你一定能胜券在握 爱对了 就好好幸福 爱错了 就及时放手 读者木木 曾经分享她的经历 她和丈夫 没有谈多久 就恋爱了 就不顾家人反对 结了婚 年轻时出于爱情 就容易冲动 恋爱脑 哪里会冷静思考 两个人以后的生活呢 那时候 她脑子里只能憧憬 两个人一起的浪漫甜蜜 想要携手不错过 可是 结婚 没几年 她就愈发后悔 当初的冲动和草率 当激情褪去 生活的琐碎 让她看清了丈夫的为人 丈夫总是抱怨 工作辛苦 家中事务从不帮忙 甚至 久后 稍有不舒心 就会对她 拳脚相加 更别提 当初承诺的好日子了 这样的生活 让她看不到 未来的希望 她总觉得 自己在努努力 坚持坚持 丈夫会明白 她的苦心 好日子总会到来的 但她的忍让 并没有换来 丈夫的理解 反而变本加厉 甚至偷偷出了鬼 最终看清了 丈夫本质的木木 选择离婚了 对于感情 比起不爱 最怕的是爱错了人 在一段错的感情里 哪怕你给予对方 再多的爱意与温暖 在他眼里 也都是自讨没趣 这样的爱 不仅不会换来一点真心和实意 还会给你带来 无尽的痛苦和冷漠 时间久了 再坚强的人 也会崩溃的 人生太短 别在错的人身上 荒废了年华 消耗了自己 要知道 不是所有人都值得爱 爱错了人 就是一场徒劳 与其寄希望于 错的人身上 不如及时放下 勇敢转身离开 我相信 对爱情保留一颗炙热的心 你终会遇到 对的那个人 陪你走过细水流长 幸福一生 看过这样的一句话 永不犯错是神的准则 尽量少犯错是人的目标 即使改正 则是真正的智者 生命没有永远 来日并不方长 不是所有错误都能够挽回的 世上没有后悔药 更没有重新一次的机会 别总想着 今日犯错 明日补救 这样只会追悔莫及 不如趁现在 懂止损 少犯错 人生才能活得更通透 更有意义 点亮再看 余生好好爱 用力活 带着新的期待 迎接下一城的温暖 与美好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 可以在文末 点亮赞和再看 也可以在留言区 说出你的观点 我是安东尼 我们 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